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超级美食家要开call in 我们今天开call in的题目是 年夜饭你们家吃什么 听众朋友我们开放call in的电话是 02-2509-9933 02-2509-9933 超级美食家很少开call in 因为超级美食家王若瑶话多 一路就一直讲话 贵宾也有很多资讯要跟大家分享 可是快要过年了 我很想知道听众朋友在家里 到底吃什么样的年夜饭 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要先报几个基本资料 第一个基本资料就是你是哪里人 你住在哪里 家里的年夜饭一定要吃的是什么料理 而且这个料理大概是怎么做 或许这个料理不是你做是你妈妈做 可以聊一下你们家年夜饭的菜 其实蛮好玩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绞尽脑汁做东西 这几天也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们家的年夜饭 虽然我爸爸是山东人 我妈妈是台湾人 可是因为我采访了很多美食 跟很多老妈妈学做菜 所以在我们家的年夜饭里面 最近这几年也出现了狮子头 也出现了蛋脚 然后很有趣就会发现 在年夜饭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融合 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味道的融合 它其实不一定是来自我们的父系 或者是母系的味道 甚至我知道 有人在家里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根本就在吃烤鸭或烤鸡 现在已经有的人讲说留言 我们今天有开call in 也有开直播 有人直接留言说他住外国 因为我曾经听到有一个朋友说 他们家过年就吃烤鸡 烤鸭我觉得还有可能 金葱鸭 有一个老师傅曾经教过我做一道年菜 这道年菜就叫做金葱鸭 非常简单 整只鸭子处理干净 用油炸 炸过了之后 加上大量的这种大葱下去烧 然后也有听众朋友留言 听众朋友留言说 今年还是要做保师傅去年教的靠借菜 这个留言是苹果日报的美食记者沈轩逸 轩逸好久不见了 保师傅去年的靠借菜的影片好多人看 然后听众朋友也知道靠借菜原来要用这么多的油 然后原来要靠这么久 然后酱油也要加很多 才会有入口啾一个即化的感觉 好了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要分家里的年菜 分享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请问贵姓 你好 我是在台北的陈小姐 台北的陈小姐 你是哪里人 我住在台北 靠近这个大安森林公园 大安森林公园 你们家过年一定要吃什么菜 对 其实我们家的过年其实是一半婚一半素都有 婚菜跟素菜都有 因为可能在过年的初期的当天 爸爸跟妈妈可能都会去菜市场买菜 是爸爸妈妈 所以爸爸妈妈身体还很好对不对 没有 但是其实我是想说 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是很起气 都会说爸爸妈妈全家团 但是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很难过的事情 因为说其实我爸已经病了很久 那他已经去年过世 就是我会想说 大家过年总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我在过年里面 都是一半婚跟一半素 是我们家的传统这样 因为我的爸爸跟我的这个 我的爸爸跟他妈妈其实都有在 过年的时候都有在 都有都有拜素的 都有吃素 等于是都有吃素的习惯了 陈小姐我要鼓励你 你知道因为我爸爸也走了好几年了 在之前我爸走的那几年 过年非常难熬 可是呢 慢慢慢慢会习惯 我用狼牙榜里面的一句台词来鼓励你 你知道人的心会慢慢变硬 我觉得要坚强 而且呢 很多东西其实可以透过日常生活 可以传递长辈 留给我们的一言一行 你知道还有交给我们的习惯 过年要开心一点 因为呢 我觉得每过一年 每一个人都又长了一岁 小的时候觉得长大很好 老了之后觉得长大 嗯 还是慢一点好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要加油哦 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直播没有停哦 好 来 紧接着有听众朋友 紧接着有听众朋友 有在讨论 留了很多言 明镜站走进入松竹园 远到温水远迟会所 还有购物商场 随时去商品 真爱 就在你身边 守护29万级 买2G三宝 灯红巨星 热销超过500步 红星的房 大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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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有炒食香菜哦 年糕 蘸鸡蛋 靠芥菜 哎 我又要吃苹果了 苹果 啊 啊 去烤马铃薯派哦 呀 好安靜哦,沒有來賓 對阿,今天我自己講啊 哦,廣告好多哦 哦 哈哈,有人訂了蘋果了 還有蘿蔔糕哦 客家,客家蘿蔔糕 客家蘿蔔糕 客家蘿蔔糕 好,好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今天難得開call in call in的主題是年夜飯你家吃什麼 聽眾朋友在直播的下面留了好多言哦 有的人討論食香菜,有的人討論年糕的吃法 還有人在討論他們家過年吃的是義大利焗烤馬鈴薯派 天啊,聽眾朋友來哦 電位來 哈嘍 喂,瑞瑶姐,你好 你好 我是南投鹿谷的梁小姐 南投鹿谷的梁小姐 你們家過年吃什麼菜 就是要滷冬筍,還有滷筍,還有冬筍湯 然後自己煮的雞,自己養的雞 欸,冬筍很貴耶,梁小姐 對啊,我們鹿谷出盘就是冬筍 真的還假的,冬筍怎麼吃 教大家幾招好不好 呃,我教大家煮湯 因為一般人可能不會煮的話 就是冷水就會,那個冬筍切薄片 然後冷水就會放下去 對 不管煮多久都會很難吃 刮刮 刮刮 對,對,對,對 一定要水要滾了之後才放冬筍 哦,所以冬筍是熱水下鍋 對,對,對 我要把外面都 我要把外面都消掉了嗎 一片一片丟進去 對,對,對,切薄片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冬筍很吃油啦 是不是 煮湯的話倒是還好 因為我們煮冬筍湯 都還會再放那個醬筍 就是我們這邊都會自己做那個醬筍 我喜歡,我喜歡 醬筍其實不是冬筍 醬筍是什麼筍做的 對 是麻煮筍嗎 呃,醬筍的話 就是夏天出產 出產 夏天出產的筍來醃的 它那個死鬼 然後那個好像印冬瓜那樣子 對不對 類似那種 對,對 教大家用冬筍煮湯 你好幸福喔 冬筍那天已經有人告訴我 一斤已經飆破300元了 360元 對呀 對呀 所以我們很幸福 我們冬筍都是吃整隻下去滷 而且你還吃自己家裡養的雞喔 跑山雞放山雞 對不對 對 好,祝你新年快樂喔 謝謝梁小姐 好,接下來 喂 哈囉 哈囉 喂,是我嗎 是你 是你,是你 瑞小姐你好,我是童一寧 你好 你好 欸,等一下 童一寧,你來了喔 你又來了 是,我又來了 來,跟我分享你過年家裡吃什麼 嗯 我們家,嗯 我們家過年一定有兩道菜啦 嗯 就是,一個是那個 就是,我們叫那個如意菜 就是石井菜 嗯哼 就裡面有 其實那個是我 我外婆傳給我媽媽跟我舅媽 真的有十種嗎 幾乎啦 好,你會背嗎 他,裡面有那個木耳,豆芽,豆干,然後還有榨菜,然後還有 喔,你不及格,只有四種喔 對,我不及格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就是一般南方人吃的啦 對啊 江江這人吃的 你講的沒有錯 我自從跟老媽媽學了,我也做石井菜 可是,我們家人都咬不動 因為它裡面有黃豆芽啦 喔,對啊 我記得有一些比較脆,對不對 對,但它就是,你得保留那個口感啦 如果那個,就是如果炒太過的話就不好吃了 對啊,還有紅蘿蔔 對,紅蘿蔔 我記得我有一次有去中南飯,中南飯店對不對 中南飯館,就是很有名的那家老江這菜 我跟黃麗萍學 我光是看到黃麗萍站在廚房後面 每一種,你知道,都要炒 尤其是黃豆芽要炒快一個小時 我就昏倒了 當場就昏倒 對,而且那個是 我看我舅媽都是 每一個都是分開處理 因為她都一定要熟透 不然的話她放不久 對啊,而且過年的時候 如果收到了如意菜 又叫石香菜 誠意真的很夠很夠 對不對 對 那除了一個如意菜 還有一個是什麼菜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其實是家常菜 但是我們過年一定會 我媽一定會做的 就是那個烤芙 烤芙 烤芙?對 烤芙你媽媽做有Mega嗎? 呃 你慘了 你慘了 同意你都沒有學 我發現你只有吃 她的Mega就是 我覺得她的烤芙跟外面烤芙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外面 比如說像蔡萬星啊 對 或者是像一般大部分的醬蔗館 或者是像之前的龍祭 我們吃到的烤芙都是醬油 醬油味比較重 對 但我們加的是清炒的 清炒 對 所以等於是可以吃到烤芙的味道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就是那個 烤芙自己的本味 對,原來的那個麵筋味 我本來還要再講說 其實在上海市的烤芙 它的醬油跟糖都要下同等重 你知道味道才會很好 可是因為台灣人不太吃甜啊 嗯,對 就是因為那個是上海市的那種做法嘛 就是農幼赤醬 對 可是我們家的做法 因為這個也是我外婆的做法 我外婆是安徽人 哦,安徽人 對 安徽市的這種比較清的烤芙 對,它是清炒的 就是像我媽媽的做法就是 其實還是差不多木耳毛豆 然後筍片 哦,差不多是這樣 不過可以在這裡公布一個小技巧 這是寶師傅前幾年發現的 因為烤芙通常都要油炸 把它的生味炸掉 炸掉之後呢 回燒的時候 有的時候燒不好會很硬 所以寶師傅呢 會再用熱水汆燙一次 然後 這個我媽媽有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所以你媽媽跟寶師傅是一樣的 這個我媽媽有 因為我們家的烤芙 我永遠都喜歡吃 有軟的啦 我永遠都喜歡吃那個烤芙 就是軟軟綿綿的 有彈性的 對,而且而且重要的是 它那個裡面都吸飽湯汁 然後你把那個筷子一擠 裡面就會擠出來湯汁 因為有的人燒烤芙好硬哦 就我也很不喜歡吃那一種 對,我也很不喜歡吃那一種 烤芙一定要軟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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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要吸飽了冬筍 還有冬菇 你知道還有這些味道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祝你新年快樂 祝你新年快樂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直播沒有停哦 直播吃蘋果 直播吃蘋果 寶師傅今天又給我切一個蘋果 哦 我很少戴耳機哦 欸,等一下 秦士傑你最近吃了好多東西哦 士傑說要吃辣肉炒大蒜 大蒜 辣肉炒蒜苗 大蒜 好像過年吃到辣肉才像是過年 平常的時候吃到辣肉 好像也不像過年對不對 不會 中午我 這是我 午餐前的點心 哈哈哈哈 嗨,吃蘋果 還有嗎 沒有了 哦 你們 好,你們大家都在直播裡面留言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打電話進來 02-2509 9933 02-2509-9933 好,來 我們來討論年糕啦 我覺得年糕好有趣哦 年糕的變化也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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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還沒有 過年一定要吃辣肉 欸,若寧你也來了 紅油好吃嗎 若寧你有吃辣油嗎 啊 啊 嗯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超級美食家難得開call in 我們今天設定的主題是 年夜飯 你家吃什麼 一定要吃哦 聽眾朋友在直播裡面留言的很熱烈 請你們打電話進來 電話是02-2509-9933 呃,剛剛有人在討論年糕 我覺得年糕這件事也很有趣 因為呢 呃,小的時候吃年糕只有兩種 一種是白的 一種是黃的 白的就是鹹的 然後呢 黃的就是甜的 可是陸陸續續呢 年糕出現紅的 就表示它有紅豆 年糕出現花的 花的就表示它加了辣味 就是廣式的 港式的 那聽眾朋友呢 在留言的時候就在講說 呃,吃年糕要包餛飩皮 我從來沒有吃過包餛飩皮的 可是我聽過很多人講給我聽包餛飩皮 因為他說這樣子煎年糕 年糕就不會爆開來 好啦,我們現在有人在線上 哈嘍,哈嘍,哈嘍,哈嘍 哈嘍,你好 你好 我是,我住嘉義 嗯哼,貴姓 我住嘉義,我姓吳 吳小姐 你們家年夜飯 你一定要吃什麼呢 哦,我們家吃年夜飯 從我婆婆一直到現在 我們一直沒有改變過 二十年如意日 吃什麼 好,跟您報告 我們吃的有八寶鴨 鹹的,甜的八寶飯 還有剛剛那位小姐講的如意菜 是 有浙江的,有北方的 還有,還有獅子頭 八寶鴨子 八寶鴨子 還有香腸臘肉 香腸臘肉 對,都我們自己做 還有炸春捲 你們家都是工夫菜耶 都是要切,要塞耶 要燒,要甜耶 八寶鴨自己做嗎 是的 來,給大家教做八寶鴨 好的,八寶鴨 因為我們家全部到齊有十八口人 哇,這麼多人啊 是的 所以如果一隻鴨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不夠的 嗯 後來我婆婆就是 我們滷了鴨子之後 我們把鴨肉撇 撇成一片一片 嗯 然後裡面最主要是有 八寶鴨裡面要有八樣東西 哈哈 對 我們要放糖糯米 糖糯米 還有 薏仁 鴨人 火腿 豌豆 胡蘿蔔 冬筍 一共要有八 木耳 木耳 一共要有八樣東西 這些都是要細細切慢慢拌 對不對 都是切丁 嗯哼 喂 喂喂喂 好,繼續 繼續,切丁然後呢 對 我們還要做燒賣 燒賣 八寶鴨子 鴨子乳 乳好之後把它撇 撇成一片一片的 然後這八樣東西 用鴨鱸 用乳汁的鴨鱸 然後去炒這八樣東西 嗯 然後它收汁之後變成所謂的 像鹹的八寶飯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鴨 鴨肉撇的一片一片的鋪在碗底 然後把飯 放進去 然後扣 然後蒸 然後吃的時候把它扣在一個大盤子上 所以你們八寶鴨並不是把鴨子掏空塞進去 不是 你們用的是一種扣的 因為人口多了 我們就用這種變通的方式 這個變通方法不錯 聽眾朋友 這個你會做 要填進去反而很難 對不對 用這種扣 就比如說用這種扣再拿去蒸的這個方式 對 就很方便 是不是 好有趣 然後就是填八寶飯 填八寶飯我們豆沙也是自己做 啊 真的還假的 做豆沙好像火山爆發 對 真的是 豆沙我跟我先生 我們前天兩個人做了三個小時 真的還假 等一下 先買反油 當然先把紅豆煮了 煮了 然後打汁 打汁完了 然後沥水沥水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炒 把它炒乾 炒乾之後用豬油糖去拌炒 吳小姐 你明年過年之前 我們可以聯絡一下嗎 我們可以去你家 看一下你們準備這種 改良式的八寶鴨 還有自己炒豆沙的這種八寶飯 甚至你還講如意菜有分南北 為什麼如意菜有南北之分 其實如意菜真的是有十樣 又叫做十樣菜 裡面有菠菜 大白菜 有芹菜 當然主要就是黃豆芽 因為它的形狀像如意 因為它的形狀像如意 所以叫做如意菜 所以你講北方的就有大白菜嗎 是嗎 這個是因為我的習慣是浙江 那我婆婆是鎮江揚州人 所以我婆婆做的那個十樣菜又不一樣了 它是用醬瓜 對 這個要用花薑炒的 要切的非常非常的細 要切很細很細 對 好 謝謝嘉義的吳小姐 謝謝也祝你新年快樂 謝謝你老公 謝謝你老公 謝謝 好 緊接著下來 喂 你是誰 你好 我姓楊 我住桃園 桃園的楊小姐 你們家年夜飯吃什麼 一定要吃一個辣味飯 辣味飯 是的 廣東人 對 廣東式的辣味飯 教大家怎麼做辣味飯好不好 OK 我的米一定是選好一點的米 然後要浸泡 然後呢 水就是一杯米呢 水大概就是八分九分 不能多 但是泡越久越好 泡越久越好 對 當那個米 泡滿了水 但是你的水量不要多 所以煮起來的飯 才會粒粒分泌 然後還要煮出有一層鍋吧 這是麦缸啦 那怎麼弄 對對對 怎麼煮 然後呢 我們會用那個廣寺的臘腸嘛 臘腸一定要燙過水 然後呢 我把砂鍋放在鍋上 放在鍋上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隔一個鐵板 隔一個鐵板 不要直火去燒 喔 就是中間有一個 均勻火力的鐵板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飯煮好以後 就先把辣味拿出來對不對 那就先切片 喔 你就全部整鍋放進去煮啦 對 全部都放進去 對 然後把辣味拿出來 切片以後 我會有自己製作的這個燥燒醬 燥燒醬怎麼做 要公布 不可以 小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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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醬就是用米酒 用醬油 用糖 用冰糖 用麥芽下去熬 要煮對不對 對 要熬煮 對 要熬成濃濃的潮汁 然後淋在飯上 對 淋在飯上 那我問你 為什麼會有鍋巴 楊小姐 鍋巴就是 煮這個辣味飯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是大火 大火之後呢 就改小火 慢慢的燜 它就會結一層很漂亮的鍋巴 喔 不用特別去淋油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呢 我會另外再炒一個 就是另外會炸一個蒜酥 蒜頭酥 蒜酥 對 然後蒜頭酥跟燥燒醬 是最後淋上去 喔 然後 把飯拌一拌 然後再把這個 切好的辣味鋪在上面 然後再撒上這個 青蒜 青蒜 還有青蒜苗對不對 對 然後你有好的高粱酒 是最好 再淋一點點高粱酒 天啊 你的辣味飯好多 可惜喔 你知道好多這些 美美咖咖 這是我的傳家寶 謝謝 可以傳 謝謝楊小姐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這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哇 楊小姐的東西好多 大家要記下來喔 楊小姐的辣味飯好精彩喔 而且她的辣味飯裡面 又有高粱酒 又有特製的醬汁 然後還有蒜苗 等一下 還少一個什麼東西 她的辣味飯好多東西喔 等一下 有人說 開始吃飽式附的年菜 謝謝 可是你們要吃飽式附的年菜 自己也要做幾道喔 不要只有吃外面的年菜 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飯要 米要進越久越好 先大火再小火 先大火再小火 取出來之後去 喔搞得我好想要吃辣味飯喔 蒜苏啦 對呀 蒜苏 我忘記還有什麼 她的辣味飯好複雜喔 她的辣味飯聽起來就很好吃 高粱酒 蒜酥 還有 蒜苗 對不對 還有她的特製醬汁 我今年沒有買廣式辣腸啦 可是這樣子的話 就應該要去買 辣腸跟肝腸 對不對 買辣腸跟肝腸就會好吃了 好 嗯 寫食譜分享一下 你們可以重看影片 欸 李錦記有甜醬油喔 甜醬油保師傅有教作喔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廣式的這種甜醬油 很多東西其實現在都買不到啦 因為賣不好 賣不好他們就不進了 我記得李錦記也有蒸魚醬油啦 東西很多 好來 來講一下我們家的年菜 打電話進來喔 02-2509-9933 02-2509-9933 還有嗎 好 還有20分鐘 好 喔 聰明 跑去香港帶 跑去香港帶 要裝進大行李箱裡 帶不進來 來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高手在民間 因為我們今天開了直播 說發現有很多人沒有打電話進來 可是在直播下面留言滿滿喔 都在教大家家裡吃的年菜 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今天繼續接電話 來喔 哈囉 我是王瑞瑤 你是 嗨 你好 我姓邱 哈囉 終於有男生來了 邱先生 你是哪裡人 我是雲南人 雲南人喔 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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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人 宜蘭人過年可精彩了 你們吃什麼 邱先生 那個 只要到過年的時候 看人家在做年菜 我就滿滿的失戀 因為這一道菜 是我母親的獨家絕活 獨家絕活 對 我母親已經過世十多年了 所以這一道菜也 經過十多年 我也從來沒有吃過這一道菜的 你會煮嗎 我記得差不多六七成 細點我也不敢肯定說 是不是完全沒有疏弄這樣 菜名是什麼呢 邱先生 叫什麼名 當時我媽媽煮的時候 那時候古早的 哪裡有講說 那麼講究說 這一道菜叫什麼名 這一道菜叫什麼名 根本不可能 後來我跟我朋友在聊天聊天 一直想說 我很想念這一道菜的時候 他們一直找之下找之下 後來找到說叫米醬蜂鴨 米醬蜂鴨 米醬蜂鴨 他是怎麼做的 給大家留一下口水 米醬蜂鴨 等一下我跟聽眾朋友講 如果你們會做的話 就在直播下面留言 也讓邱先生知道 你知道把那個遺失的三成補回來 米醬蜂鴨 怎麼做 那個很會說 先要在過年之前可能 可能一兩個月就要準備了 先用那個大蘭米 去煮 大蘭米煮熟之後 然後在太陽底下曬 要曬到變成米醬 那個米醬 你要先 經過一道程序之後 然後太陽曬了之後 然後再到翁裡面 讓它去發酵 發酵完了之後 然後再來到年節到了 才準備鴨子 快要到的時候才準備鴨子 鴨子就煮熟 煮熟之後 然後把那個米醬開封 米醬拿出來 把那個鴨子封在瓮裡面 差不多經過一個月左右時間 開封 那個那個鴨子拿出來 稍微沾一下 切一切就可以吃了 它那個味道是酸酸的 因為米醬嘛 米醬發酵之後 會有酸酸 酸酸 鹹鹹甜甜的 就這樣子 那仔細的細節 我已經忘掉了 你知道這個很像 我在前一陣子看到電視 電視有介紹中國的少數民族 不知道是雲南還是貴州 他們其實在結婚的時候 比如說準備結婚的時候 還是準備過年的時候 的確也有類似的做法 把整隻鴨子封到瓮裡面 讓它發酵 你有一個這樣的做法 我以為是少數民族 中國的少數民族 沒想到宜蘭也有這樣子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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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google 我知道這個名詞 之後 我就google 米醬豐鴨 後來在宜蘭找到有一家餐廳 它的招牌在 就是米醬豐鴨 後來 後來 我有去 去專程 我專程去買那個來吃 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味道跟我小時候的感覺 完全味道不一樣 它也有封在瓮裡嗎 沒有 沒有 它有沒有封在瓮裡面 我不知道 反正它就開始在煮 煮 煮出來 我一吃 味道完全不一樣 你想辦法把它復刻出來 味道只有你一個人記住 沒有第二個人記住 對不對 對 到現在1、20年了 我一直要找這一道料理 一直都找不到 好 所以聽眾朋友 如果有米醬豐鴨的 各式各樣的資訊 都請你們幫助宜蘭的這位先生 把它留下來 邱先生對不對 對 好 我們要接下一通電話 祝你新年快樂 來接下來 哈囉 我是王瑞瑶 瑞瑶姐 你好 我是住在中立的吳小姐 中立的吳小姐 有什麼菜 你過年一定要吃 我要分享的是 我們那個大年初一的早餐 因為我 我先生他們家呢 是那個湖北人 那住在眷村 他們從小到大 從小到大 他們一整年 其實他們 外省人很少吃西飯 可是呢 他們 他們家呢 像那個大過年呢 一大早 他們的早餐一定是一個湯泡飯 你說是初一中午湖北人 早餐 早餐 湖北嗎對不對 對 吃吃什麼 就是我們的安倍配肉鬆嗎 不是 他們是湯泡飯 就是把前一天 那個肉丸子 因為我們的年夜菜一定都會有一道肉丸子 然後香腸腊肉是一定要的 他們會把香腸腊肉 然後肉丸子 然後用那個大骨的高湯 大骨高湯 對 然後煮一鍋 煮一鍋 像我們在煮那個鹹粥這種白稀飯 那但是一定要加一半的麵條 這個麵條的話就是我們乾的那種麵條 或者是彎尿麵那種麵條 然後加上去再把這些料統統混在一起 所以又有飯又有飯又有麵條 又有臘肉又有臘香腸又有肉丸子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會再最後會再加上一些青菜 青菜 那像它不像我們西飯煮的稀稀的 他們是煮的這樣勾勾這樣稠稠的這樣 對 肉丸子怎麼做 肉丸子的話我們都是自己做 我們就是會類似像獅子頭那樣的 就是裡面會放餅 然後小肉 然後還會放洋蔥 然後會加那個魚漿 跟一點點的太白粉 然後放糖 糖跟那個調味 然後就是去給它炸一顆一顆的 就炸肉丸 對 炸肉丸子 那肉丸子的話 我們過年前我們都會炸很多 然後就是有需要的話就是會拿來煮湯泡飯 我們要進廣告了 進廣告了 我們要進廣告了 我們要進廣告了 吳小姐還在線上嗎 吳小姐還在線上嗎 你問她講完了沒有 要進廣告了 小姐還在進廣告 肉汁 又有面 又有饭 又有吃剩的腊肉 苹果很好吃 又有吃剩的腊肉 又有吃剩的香肠 还有炸丸子 还有肉丸子 这很好吃 听起来就很好吃 诶 诗诗新年快乐 哇爱吃苹果 一只一只 这只 亚尼克 我是王瑞瑶 大家聊聊年夜饭 你家吃什么 刚刚有宜兰的邱先生 邱先生呢 讲到米酱风鸭 很多人呢 在我们的留言下面 贴上了连结 来帮邱先生 重新拼奏 他母亲 他母亲过年 一定要煮 可是已经消失了 十几年的味道 还有我们刚刚在线上 中立的吴小姐 还在线上吗 诶是 诶我问你 我对你的肉丸子 好感兴趣 我们山东人 也会吃甘榨丸子 可是山东人的甘榨丸子 比较简单 没有像你说 又要加鼻气 你知道又要加什么东西 而且其实 你们的这个肉丸子 就是这样吃吗 就是这样吃吗 对 我们这种丸子过年 都会炸非常的多 然后像这种肉丸子的话 就等于说 它比狮子头还要再小 大概一颗四头 我们肉丸子 大概可以做个 大概四颗左右 四颗 乒乓球 比乒乓球还小 对对 就像乒乓球那样 对 然后我们像 肉丸子炸好了以后呢 我们当天呢 晚上可以直接吃 然后冰在冰箱 也可以做粉丝宝 做粉丝宝 对 肉丸子 就那个 就其实做法 跟那个狮子头 去做那个粉丝宝 这样意思是差不多的 因为其实过年的肉丸子好好用哦 对 而且我们隔天早上还可以拿来做汤泡饭 这个汤泡饭我也好想试试哦 因为有人在想说湖北人嘛 你刚才讲说你是湖北人对不对 对 他说湖北人他只有吃过珍珠丸子啦 他没有吃过这个肉丸子 珍珠丸子是你们湖北人的菜吗 珍珠丸子我倒是没有看过我公婆做过这一道 不过他们从我家到他们家二十几年来都是 都是用肉丸子这样去做 然后他们那个汤泡饭 其实我是本省人 那我们家是一整年 我爸妈都是很传统的 一整年都是要吃西饭 但是过年那一天千万不可以吃西饭 过年的早餐就是干饭 可是我嫁到我公公他们这一边来的时候 一整年都是吃干饭就是过年的时候 好好玩哦 这就是不一样的文化对不对 对对对 好谢谢吴小姐 我们紧接着 谢谢新年快乐 我们紧接着 接下来 哈喽我是王瑞瑶 哈喽哈喽哈喽 你好我是嘉义的陈小金 嘉义的谁 陈小金 陈小金我认识你吗 就是刚刚那位吴小姐的先生 你要补充什么呢 我要补充 八宝鸭对不对 我发现你们 你说 不是 我老爸是镇江人 镇江人 他有一道一道菜 我现在应该几乎都没有 好你说 他叫青螺汤 青螺汤 就叫螺丝 螺丝煮汤啦 就是田螺啦 他就是说把这个田螺洗干净 煮熟了以后 把里面的那个肠把它挑出去 把它备用 然后火腿 瓷菇 这个瓷菇大概一般也很少人有了 瓷菇 瓷菇 开阳 把它都洗干净 切成丁 在锅里面呢 放了八分满的水 再放了姜片 酒 还有这个火腿啊 瓷菇啊 开阳 都丢下去 大火 煮个 煮滚 然后改成为火 煮三十分钟 再把那个最后把那个螺丝把它加进去煮大概十分钟 加点调味就可以了 我问你什么味道 因为你讲到螺丝一般人没吃过 即使是螺丝粉在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然后你讲的瓷菇更是一堆人没听过 瓷菇长得很像碧琪 可是它又不是碧琪 对不对 对 这个现在要买已经很不容易买到 很难很难 在南天市场 我们家里南天市场 或者说在南门市场可以买得到 瓷菇通常他们都来来做红烧肉吗 另外就是瓷菇烧肉 瓷菇烧肉 我吃到最多就是瓷菇烧肉 这个青锣汤 因为现在应该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吃了 我老爸在的时候有做过 那我们也会做 所以是过年的时候喝青锣汤 对 是不是 它比较轻 比较轻 这个去油腻的 对呀 所以过年 民国99年 我们因为我一直在做眷身的工作 对 我把这一个我们家的年菜 还有一个张妈妈的这个夹杀肉 夹杀肉 夹杀肉 对 有十道菜 我把它做了一个光碟 你要寄给我吗 我可以寄给你一份 好不好 好好 你要一定要寄给我 因为讲到夹杀肉 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 你有吃过甜的五花肉吗 你们有吃过五花肉是甜的吗 我到成都去啊 确实他们有这个夹杀肉 可是他们叫做甜烧白 甜烧白 四川人叫甜烧白 夹杀肉 那还有一个叫咸烧白 咸烧白 甜烧白就是我们我们所讲的梅干扣肉 对 我在成都大概都我都有吃到这个菜 保师傅去年有教这道菜 有 然后因为这道菜在台中有一家餐厅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台中有一家餐厅 做得极好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有介绍这家餐厅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当兵吗 我在部队的时候 那个老四官他们曾经做过这一道菜 所以我知道有这个夹杀肉这道菜 就五花肉一层一层 然后要夹的是甜豆沙 把豆沙夹到里面 夹在里面非常非常好吃 是 好谢谢 好我把这个光点寄给您好 要寄给我 要寄给我 好 谢谢 我们今天开call in 大家来讨论 拜拜 拜拜 年夜饭你家吃什么 电话是02-2509-9933 02-2509-9933 现在我们又直接开直播 直播留言现在都已经在讨论 这个米酱风鸭 我才发现其实米酱风鸭是宜兰 宜兰很多人的记忆 然后甚至于还有人贴米酱风鸭 有地方在卖 大家其实提供 好了来来来电话来 快点时间不多了 哈喽 哈喽 喂我是王瑞瑶 喂 你好 瑞瑶姐 我想要分享 娘家的年夜菜 我姓孙 孙小姐 你们家娘家是哪里人 宁波人 宁波人 你们的年夜菜是什么 刚刚你有一通电话 有介绍call food 那我们家也吃call food 你讲call food 烤夫 对烤夫 对我们叫call food 那我们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call food不可以用切的 一定要用手剥的 对嘛 对那因为像比如说炳太风的call food 那其实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他一直让我爸爸最不满意的一点 就是他是用切的 他看起来就很不顺眼 就是因为他用切的 因为他的量很大 对不对 对其实call food要用手撕 他的那个整个弹性才会更好 就不规则状了 对对对 然后这是我们家一定会吃的 然后再来就是宁波炒年糕 好教大家炒年糕 因为其实刚才本来要讨论年糕 就发现好多人都在讲过年一定要吃年糕 宁波炒年糕要炒什么配料 怎么做 其实我真的有一点点忘记了 但是我们家一定会 白菜吗 白菜 肉丝 白菜肉丝 然后这是基本 然后我们家会加香菇 香菇 对 然后而且 开阳呢 虾米没有 有 也有 因为这都是我妈妈在煮 你们家用的就是用那种狗骨头式的切片的年糕吗 宁波的年糕 我们家是买一大片回来自己手切 一大片自己手切 就是他一大块的 然后你要自己去切 然后那个切片都是我爸爸在切 所以他都会把他切一定的厚度 那很硬啊 对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爸爸专人在切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孙小姐 祝你新年快乐哦 谢谢 我们居然就这样子 你知道广告进来了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有广告 好 听众朋友 王瑞瑶今天开直播跟大家讨论 你们家年夜饭吃什么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鼠年行大运哦 红运当头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